大家好,我是老陈,以前我给大家介绍过很多姆特利亚的社区 比方说,Saint Henry啊,还有Weismal啊 还有NDG啊,CDN啊,还有Lassalle,Lassin 等等等等吧,今天呢,我就不介绍这些社区了 我就介绍一个社区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广场公园 这个广场公园,它位于姆特利亚国际区 姆特利亚国际区是个非常大的,非常有讲头的一个区 可能需要大约十几分钟的时间 今天我就不讲,我先挖个坑在这放着 以后再给大家讲我姆特利亚国际区 现在我们就转入我的正题 Rambol-Riobel广场 Rambol-Riobel广场的北面是 Saint-Antoine-Cay街 还有一个二十七层的城堡风格的 州级宾馆,叫Intercontinental Hotel 东面呢,是Blury街和 蒙特利亚会展中心,蒙特利亚会展中心法语是 Ballet de Congrès de Montréal 东面呢,是CDP CAPITAL CENTER,南面是Viger街 这个广场最早建于2004年 此前这里曾经是Ville-Marie 高速公路和CDP CAPITAL CENTER 广场的名称来自 魁北克著名艺术家Rambol-Riobel 广场建成之后啊,这位艺术家 他的裙雕,La Route 就从蒙特利亚奥运公园迁移到这里来了 成为广场景观的一部分 因为广场不是很大呀 裙雕也在最显眼的位置 所以,人们很容易就能够发现这座裙雕 裙雕位于一个水池内 中心是一个间歇喷发的喷泉 喷泉周围有一圈喷火系统 在夏天的晚上,游客可以在那里参观 水火相机的壮观场面 这个系统 于1976年安装在奥运公园内 艺术家Rambol-Riobel本人的雕像 树立在广场南部的林间困地上 是后来的雕塑家 Roslem Grunet 2003年的作品 在这个广场上呀,有88颗不同种类的树木 其中包括分堂树,山核桃等 在这些大树里面 都植入了一组电脑芯片和照明系统 在深夜,这个系统会打出La Route字样的光束 下面呢,我们粗略的介绍一下艺术家 Rambol-Riobel 如果您在本地大学选修加拿大美术史 Rambol-Riobel一定会出现在考题中的 这位艺术家出生在1923年的10月7日 去世于2002年3月12日 是第一位获得全球赞誉的加拿大油画艺术家 Rambol-Riobel的出生地就是蒙特利尔市 他最早于1933年开始学习美术 一直到1938年,这位艺术家一直在接受专业美术培训 1941年呢,Rambol-Riobel在蒙特利尔工学院 又叫蒙特利尔理工学院,学习工程,建筑和摄影 1942年呢,他又进入蒙特利尔美术学院学习 之后呢,又转到家具学校学习 并于1945年完成学业,你看这个艺术家 学得非常非常的杂 我这个老陈杂链跟人家比较,就是小屋见大屋了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Rambol-Riobel 被Paul-Emilie Bourgeois为师 成为当时名造医师的 Le Zotomagiste运动中的中间力量 关于这个Le Zotomagiste运动 以后我也再给大家讲,又挖了个坑看看 1945年呢,在André Bredon门下 实现,就学习那种叫超现实主义和油画 然后呢,他就开始实验无目的油画 No objective 1947年呢,这位艺术家 他移居到巴黎去了,继续从事艺术创作 在现实主义艺术家协会 在那个地方工作了一段时间 认识了很多的朋友 在此期间,Rambol-Riobel 还经常将自己的形象强调 强调什么呢? 强调他是狂野加拿大人 Wild Canadian 1949年,Rambol-Riobel 在巴黎龙画廊 Galerie de la Dagon 举办了第一次超现实主义作品的 个人艺术展 1959年呢,Rambol-Riobel 与美国优化大师 Joanne Mitchell 相恋 两个人成了恋人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这两位艺术家 一直生活在一起 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在艺术创作上 他们呢,都相互扶持,相互学习,相互影响 而且呢,成绩斐然 遗憾的是,因为一次酗酒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1979年,两位艺术家的缘分 假然而止啊 1992年,Rambol-Riobel 创作了一幅题为Hommage à Rosa Luxembourg 的油画 这幅油画呢,被视为这位艺术家 创作事业的巅峰之作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啊,Rambol-Riobel 的风格从超现实主义 突然转向抒情抽象主义 用无数顿荡的立方体和 色彩艳丽的多面体 用画笔,调色刀,刮刀 或慢等工具 在超大浮面的画布上 创作出强有力的氛围啊 Rambol-Riobel 在韵色方面非常讲究 他的很多油画都是用浓墨重彩啊 层次也很丰富 虽然是浓墨重彩,虽然很注重层次 但是他的创作追求 却是极简的 当他在画一幅画的时候呢,他说 只要能不用颜色,就不用颜色 只要能够用一条轮廓线来完成 他就努力用一条轮廓线来完成 但是呢,他说他这一点 是非常非常难以做到的 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他说呀,不知不觉的 我增加了更多的线条,更多的颜色 就是本来想做极简法 结果呢,后来做成加法了 他还说,从来 不曾有意将一幅画作的颜色 搞得那么厚重 那么浪费材料 而材料呢,我那些材料都是非常贵的 但是,不论如何 还是要把那些画完成 当我在学习 如何画得更好的时候 我要尽量将画 画得轻一些,画得薄一些 这就是画家的一些矛盾心理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 让布洛瑞尔贝勒将艺术表达的形式 转向多样化 除了油画之外 又增加了水墨画 水墨画,咱们中国人的特点嘛 水彩画 平板印刷,拼贴等等 后来啊,他又尝试创作雕塑 作品包括从姆特利尔奥运公园 搬迁到市中心国际区的 拿入的群雕 就是大家在视频上看到的 这一组群雕 1972年 在外漂泊半生的 Rombard Reubert回到故乡 蒙特利尔 然后呢,他就在 Saint-Margret du Lac-Massant 创建了自己的工作室 在那里,他 开发了北极地区 黑白风景画风格 1977年到1978年期间 他创作了冰山系列 Iceberg Series 画作 进入上世纪80年代 Rombard Reubert改变了原来的 艺术表现形式,基本不再用 笔创作,而改为用 高压颜料 来喷涂 Spray cans Rombard Reubert 被誉为20世纪加拿大最伟大的艺术家 艺术家们 都普遍地认为 正是Rombard Reubert 通过在全世界的创作 为加拿大的艺术开创了声乐 在他活着的时候,这位艺术家 先后总共创作了六千多幅作品 是非常非常多成的 其中,油画呢,有 两千多幅 那,关于 Rombard Reubert的广场 以及Rombard Reubert这个人 今天我就先介绍到这里 以后,我再收集 收集资料,稍微准备一下 给大家介绍我们特列国际区 欢迎朋友们订阅,加入会员 谢谢,再见,拜拜